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香港可以维持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 林郑月娥在资政报告咨询会上说 会和深圳联合推出政策吸引海外外的人才 国务院公布深化深港在前海的发展 重心在金融和创科等等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不认同前海最终会成为香港的威胁 他相信香港可以维持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 会研究在港管南向通以人民币计价 最新公布前海发展方案面积大幅扩大 继续集中发展金融和创科 讲求和香港以至国际规则接軌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楚 被问到前海轮近香港定位又和香港类似 最终会不会成为威胁 他说不认同反而两地有协同效应 对于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光提出 容许港股以人民币计价等等 以推动本港离岸人民币中心 陈茂波说方向可取但都要思考操作等问题 陈茂波又说本港和前海在创科发展都可以分工 香港集中做科研 前海就将研究产品化 不过他说现在落马州河套区 预留发展创科的土地不够地方 又必要检视整体的发展 包括在新界西一带 轻建铁路 连接前海 珠三角西面等等 其实是大和我们这边的创科发展 也有利我税收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觉得 在沿着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边境地区 由东到西很大幅土地 是值得重新检视一下 另外继推出跨境理财通 他透露债券通南向通的筹备细节已经就水即将公布 无线电视机者 陈家印报导 中央上星期公布前海改革方案 定下前海发展的方向 新华社报导推进前海开发 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 部署和推动的国家改革开放重大措施 文章指出 习近平2012年出任总书记以来 曾经三次到访前海 第一次南下视察 当时的前海仍然是一张白纸 六年之后他再次到访 前海已经高楼临纳 去年习近平在南下出席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前海实现一年一个样的惊人蜕变 文章又说 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的重要举措 对推进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 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施政报告 公众咨询会的时候表示 将会和深圳联合推出政策 吸引海内外的人才 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月初发表 最后一场公众咨询会 有过8个市民在现场或网上参与 有市民关注人才外言问题 创科公司聘请中层管理层 是遇上了困难 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创科界 进入高速发展的一个樽颈位 希望未来的这份施政报告 政府能够落实一些政策 可以挽留到本地的人才 培养到年轻人在香港的工作 很快就会和深圳联合出一个吸引人才 我们叫招财引致的联合政策包 深圳有什么好处 我们有什么好处 都放在这个政策包上 然后就一起去吸引海内外的人才 落户在香港和深圳 有市民就提到国家十四五规划里面 要将香港发展做中外文化交流艺术中心 質疑政府架构未能配合未来发展 是时候可以大胆 大刀阔斧想想如何重组 所以大家的共识都是 应该有一个文化专门的政策局 来推动香港文化工作 也有人建议政府实施强制打针 或者持有医生证明书确认不适合接种 才可以进出某一些处所 我们希望再给点时间 我们用我们现在这种很方便 很鼓励性、很推动性的工作 再看下一阶段的情况是怎样 因为香港这个社会 每次你去强制都会有一些反弹 他也都提到本港接种率 越提升到更加高的水平 才有利与内地商途通关 无线电视记者黄善何不道 深圳三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当中由卡塔尔抵港的36岁女患者 在北角柏纳医学化验所工作 上个月21日最后一日上班 住在桃瓜环节江街同讯兴大厦 她上个月22日离开香港去尼日利亚 之前一日检测情阴性 今个月10日出现病症同日回香港 在机场检测情阳性 并带有L4-2R变异病毒株 各患者7月在香港完成接种伏必泰疫苗 她居住和工作地点立入强制检测 另外一个由日本抵港的男患者 和昨天公布由日本来港的输入个案有关联 剩下一人就是由以色列来香港 带有L4-2R变异病毒株 两人都在香港完成接种伏必泰疫苗 至于初步确诊少过无中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便问到香港的疫情转吹缓和 是否有客观条件通关 她说正是密切和香港和内地当局沟通 要由卫生部门评估是否适合 澳门来说现在来说经过8月份有关的疫情之后 我们现在是基本初于稳定的 我们和内地在14日之后 我们在18日我们已经恢复了两地的正常来往 现在已经最高已经达到36万人的每一天的出入 对香港来说我们很希望肯定是要进行有关的沟通 他们现在是密切地和香港沟通着 但是一定要和内地三地结合在一起 国泰航空昨天上午一班飞去北京的航班接到炸弹恐吓 飞机降落北京之后乘客紧急撤离 有人轻傷 国泰航空表示涉事的航班CX390在北京降落之后 由于日关当局收到安全威胁的信息 为了谨慎起见 以紧急滑梯撤离乘客和机组人员 小数乘客在过程中轻微擦損 已经获得適切的治疗 不用送院 据了解 有人在本港机管局的网站声称 航班的厕所里面有一枚计时炸弹 警方昨天上午大约10点多接获报案 当时的航班已经离开香港 于是启动有关程序处理 案件列作炸弹嚇 由机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 暂时未有人被捕 先有事一会儿 回来会报导 澳门举行立法会运届选举 投票率低过上届 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911统集的解密文件 涉及杰基者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回来新闻时间 澳门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 截至下午6点直选有11万多人投票 投票率是34.8% 比上届的同时段少大约13个百分点 住澳门记者黄慧之报导 投票上午9点钟开始 在澳门理工学院体育馆的票站 未开门已经有选民排队等候 其后更加出现人龙 需要实施分流措施 投票要遵守防疫措施 包括出示健康码 任务的心去为社会去做事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标准 为澳门服务 为澳门建设将来有些贡献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到票站投票 呼吁市民踊跃投票 最主要是看一个参选人 他们对澳门的可以做到的工作 我在立法会10年 我没有分什么叫民主派非民主派 对一件事是大家不满意的地方 你就提出来 没有说哪一个派 我们澳门说没有哪一个派 而是固定说他是可以作为反对的 新一届立法会共有33个议席 其中14个属于直选 间选议席有12席 即是类似香港立法会的功能组别 剩下7席由澳门行政长官委任 直选名单原本有19张名单国族 但民主派被取消资格 也有部分团队弃选 最终有14张名单增14席 澳门选官会提醒 在选举当日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方式 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 即使是鼓吹投白票或者废票 在某程度上都会影响到投票意向 和违规宣传相同 将会交由警方跟进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王伟之报道 至于本港的选委会选举下星期日举行 多个界别的当然选委和自动当选的选委 继续以各种方式接触市民或业界人士 排单张 听意见 继续有选委会当然选委落区摆街站 宣传新选举制度 社福界当然选委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 去到西环石堂咀 完善选举制度后被形容为清一色 陈志思认为将来的特首不应该再以颜色区分 属于第五届别当然选委的全国政协委员高永文 就到湾仔摆街站 另外体育 演艺 文化及出版界选委和业界会面 对于近日多个界别选委 以不同的方式听取意见 有选委认为是比市民对选委有更多认识 我们是有实力和我们有经验 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本身行业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站出来是要给市民信心 就是要给市民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将来怎么去做这个工作 这个界别一共有30只 其中一人是当然选委 另外29人已经自动当选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医管局说会尽量配合政府提出 在公立医院设注射站 方便复诊的长者打新冠疫苗 本港70岁以上长者 新冠疫苗接种率不够三成 政府正在商讨 在个别公立医院设注射站 被复诊之后的长者即时接种 医管局说会尽量配合 长者的接种率是偏低的 这个对我们防疫是相当不利的 人手我们一向都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防疫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也是政府的重大政策 所以医管局一定会尽我们的难度配合 至于你说需要多少人力 物力这些 我们现在还在和政府协商 范鸿玲又说针对近月公立医院人手流失 希望下个星期四医管局大会 可以通过具体措施并公布 全港现在有大约二百多万个患慢性疾病的病人 大部分都在公立医院接受治疗 不过部分专科门诊轮后时间 例如以备猴科 最长要等近三年才可以体证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昇在望着说 稳定个案轮后超过一年才获诊断 并不理想 医管局正多管齐下应对 包括今个月开始扩展公私营协作计划 邀请病情稳定的内科专科门诊病人 到私家诊所复诊 配药和做化验 之后进一步推展去到骨科病人 也会理讯专科门诊运作流程和优化轮后模式 和多方面增加医生人手 包括透过退休后重聘计划 和聘请兼职医生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闪志报道 港大微生物学系广座教授袁国勇 和港大公共卫生学院病毒学广座教授 裴韦士奪得未来科学大奖 获100万美元的奖金 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公布获奖名单 袁国勇和裴韦士奪得生命科学奖 大会说他们的研究团队 在03年发现冠状病毒 导致沙士的病源 和运出动物和人的传播链 为日后多个地方应对中东呼吸纵合症 和新冠疫情提供治疗和防疫策略 是作出重大的贡献 2016年成立的未来科学大奖 是中国第一个世界级民间科学大奖 港大医学院说 两位洁出学者为人类史上至为重要的病理 作出贡献 医学院同感荣幸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进报导 在休息一会儿回报导 福建爆发疫情 新增20宗的本土确诊 但Delta变种病毒的源头患者 入境后38天才确诊 校固学家过去几个月 在四川三星堆为止 出土了五百多件的物物 包括相信用在祭祀的 最大型青铜面具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中国新闻 内地疫情反弹 福建新增2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 和18宗无症状感染 集中在葡田市和邻近的全州 源头患者入境后38天才确诊 带有Delta变种病毒 福建葡田市的疫情 最先确诊是先由原一间小学一对兄弟 之后他们的父母 一个同学和同学的爸爸陆续染疫 专家调查后发现 其中一个家长怀疑是这波疫情的源头 他上个月初由新加坡经厦门入境 健身室等室内公共场所 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暂停面授课堂 福宙、厚门等多地抽调移动方舱实验室 和移动检测车到葡田 调派400多个医务人员协助採养 省委书记稳务要求尽快压制葡田疫情 集中做好核酸检测和基因测序工作 内地专家说先由原的防疫措施不及大承施 发现疫情的时候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隐形传播 由目前情况判断疫情规模不会太小 人民日报旗下的健康时报说 上个月26日至星期六 葡田人口在省内流动频繁 也有葡田人入境广州、深圳和南昌的记录 内地实施双减政策 减轻学生的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 禁止校外补习 大蒙古就有培训机构违规帮学生补习 被吊销营业执照 福和浩特市教育部门通报 说市内一间补习社 研诗学堂无事停办通知 违规帮近200个初中学生补习 公安等部门到场处理和疏散学生 当局说这间补习社的行为 是对商减工作自若网民 公然挑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 对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同时补习社有价格欺责的不当行为 不正当行为 罚款10万人民币和吊销营业执照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 五月以来考古学家在三星堆为止 新发现了500多件文物 包括一件相信用于制制的最大型清涂面具 这件清涂面具原本埋藏在三号制制坑 六月出土现在正在修复 专家认为这个超巨型清涂面具 在神圣的制制仪式作供奉 可以达到心灵震慑目的 它的最宽处就是从这个耳朵尖到那边的耳朵尖 最宽是136厘米 高度大概是75厘米 是我们目前在三星堆遗址 甚至说整个商周时期发现的 体量最大的一件清涂面具 考古学家三月发现面具 埋藏方式复杂 上面有多层象牙 面具里面也有多件小型清涂器 和大量海背要逐一拿走 由发现至出土 前后历时三个多月 另外三号制制坑有一件金面具出土 经过修复之后 平铺展开有40厘米阔 高大约27厘米 是三星堆为止发现的 完整金面具里面最大 专家说结合以往出土的 带金面具人头像来看 这些金面具可能同样覆盖 在头像上面用来装饰 三星堆是古熟先民创建的古熟国都一 位于现在四川广汉市西北 至今有大约4800至2600年历史 在至今内地西南地区 发现的古熟文化为止中 面积最大 文化内涵最丰富 专家认为 从众多青铜器的出土 说明古熟国地区青铜野铸技术十分成熟 又说目前三星堆考古挖掘的面积 不到三星堆为止总面积的千分之二 相信日后陆续有更多超出认知的文物会被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能够以法定地位向会员提供法律支援的缺失 教联会会长黄军瑜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秋北 陈曼琪等担任顾问 新工会在教协通过解散第二天宣布成立 工会主席本身是中学副校长的黄建浩说 早在一年多之前筹备 没有打算代替任何团体 被问到会不会处理被指专业失德 取消教师资格等的个案 他强调守法是底线 作为教学工作者 作为我们的教师 必须都是守法 我们是跟回我们本港的既定的法律 而且我们都维护一国两制 就是大前提底下 去协助我们的教师同共 我们的宗旨和目标 是希望帮到不论背景 不论自己的一些理念 只要是针对我们在一些奴资的问题上 情况我们都会提出最适切的支援 教育界过去的确是经历过一些挑战 因为社会高度政治化 令到学校也都是受到影响 如果有个别同工 依然是将政治挂岁 以政治为先 又想寻求支援 首先我们当然要请他 放下所谓的政治挂岁 政治为先这些情况 我不相信未来教育同工 当他要求工会支援求助的时候 依然会将这种政见放在手里 教育工作者工会 以守护教育专业 保障同工权益为中止 目前有几十个会员 无线电视机长吴森如不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消费券提振经济的作用 较早前估计的百分之零点七高 好像我们8月第一期的消费券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感觉到市面的气氛不错 我们也问过那些餐饮零售生意都好了 而目前来说疫情又受控 所以在第二期消费券出来的时候 希望可以再拉动一下 现在来说我们都挺有信心 5.5到6.5这个幅度里面 失业率也稳步下降 对于有大批市民排队保办消费券登记 陈茂波说今次在执行安排上面不够妥贴 有改善的空间 日后如果有类似的措施的时候 会改善表格的设计 他又提醒四间保办服务中心 运作去到星期三的下午6点 呼吁市民尽早去保办 根据警方的数字 2021年头两季青少年犯案 有大约1,500宗 以刑事毁坏和嘔斗为主 而东九龙区青少年犯案 也有上升的趋势 今年上半年已经有336宗 19岁的阿豪中一开始学打泰拳 原本只是一个兴趣 后来因为他一念之差 和人打架而被警司警戒 之后更一错再错 中三绝学之后更接触读品 当时我心红 觉得自己很打得 朋友有什么事都会打给我 所以当时就经常会有一些拳头交 那段时间就每天都游手好走 又没有正职又不读书 又帮大佬去做事 赚少许外快 后来就会碰读品 现时介乎10至20岁犯案的青少年 会被界定为青少年罪犯 涉及平微罪行 未满18岁和符合特定条件的青少年罪犯 会以警司警戒的方式取代检控程序 希望他们有改过自身的机会 接受完警司警戒之后的青少年 进行一个监管期为期两年 在两年里希望他们不要再犯事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直接在家长同意和青少年同意之下 就转介给社会福利机构 不过警司警戒后想报入证图 其实不容易 近年各界提倡家长 学校警方社工四方协作 帮助他们重回正轨 在社工的帮助下 阿豪现在找到一份正职 将来更会继续进修 无线电视记者梁家政报导 报导完了 周围 Ses细cal的地球 普遍 文在 流事 犯